他被黄袍加深,用圣人之道指导治国,却是好心扮了遭事,惹得上下反对。 他努力使耕者有其田,却不得民心。 他用税收解决贫富差异,反召天下大乱。 圣人治国之道为何会在王莽朝失灵? 税收政客和王莽王国有什么必然的灵犀? 河南省商丘市国家税务局局长刘亦峰为您解读,系列节目,税势春秋第六集,王莽改制。 观众朋友们,大家好,欢迎收看法力养堂。 在中国历史上,一提到王莽,很多人都会用阴谋篡权,昏庸无道, 这样的字眼来形容他。 而二十四十之一的汉书呢,更是把王莽定义为密臣。 那么这王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? 他又和我们今天所说的税收有着怎样的联系呢? 公元八年,王莽并非如同汉书中所说的阴谋创位, 而是在万民拥戴下接受西汉末代皇帝刘云的善让,顺利成章地登上了皇帝宝座。 即位的第二年,王莽改国号为新。 对于百姓的拥戴,王莽也是感激提灵啊。 于是,更想要干一番事业,开创一个新局面。 可是王莽很快发现,此时的国家是局部威艰。 官员们贪污富化,百姓是民不聊生。 特别是国家经济,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。 可以说是国库美粮,搞去生产来又缺人。 此话怎讲呢? 先说这美粮的情况。 当时啊,国家粮苦空虚。 为什么呢? 原来啊,那个时候,国家的粮食主要靠农业税来筹集。 也就是种地的人,按照三十税一的税率, 把收获的粮食上交给国家。 王莽调查后发现,国家收不上粮食, 可不是因为土地上没粮食。 而是粮食呢,大部分落到了地主手里。 当时地主向国家呢,是按照三十税一的标准交税。 但是,电容向地主交的租,可是收成的一半以上。 那缺人又是怎么回事呢? 要说当时全国的劳动力,至少是一千二百万。 开荒种地啊,那是足够的。 可实际上呢,现有的劳动力,却只有区区几百万。 这人都去哪儿了呢? 王莽一调查,才知道,劳动力缺口主要就在奴婢上。 这贵族豪强们需要了大量的奴婢。 当时,全国广奴婢数量就多达二百多万。 面对这样缺粮少人的乱象,王莽深知,必须采取措施。 诗经讲道,周虽旧王,其命违新。 既然儒家圣人都认为,国家的使命就是违新。 因此,王莽决定改革。 王莽改革可不想小打小刀,要改就来一场欢天覆地的大变革。 他认为,只有这样才能彻底解决问题。 不过纵观历史,改革者推出新政策几乎都是深之右深。 可是王莽改革来却显得很大难。 咱们知道啊,这改革可不是一件小事。 但是,按常理说,改革之前必须要合理规划,制定详尽的改革方案。 可王莽呢,偏偏是个不按常理出牌的改革家。 在他看来,改革方案什么的都是浮云。 先改了再说,凭着我身后的乳学理论功底,这改革简直是小菜一点了。 于是,王莽一发现,国家现在因为土地兼并和需要奴隶而缺量少人,便二话不说。 首先搞了一场土地改革。 他认为啊,按照儒家思想,要解决土地兼并问题,就要实行人政,让民有横产。 因此王莽决定,他把徒地封给百姓,让他们有田地,这样才能有饭吃,有粮角。 王莽意识到,解决吃饭问题是眼下当务之急,但如何才能让百姓耕者有其田呢? 保读师叔的王莽居然从诗经中找到了灵干。 那么王莽是如何让地主交出土地的呢? 河南省商丘市国家税务局局长刘一峰继续为您解读,系列节目《税事春秋》第六集,王莽改制。 诗经有云,普天之下,魔匪王土。 这全国的土地应该都是我皇帝的呀。 既然这样,干脆把土地通通收归国有。 于是呢,王莽下诏,全国土地一律成为王田,归国家所有,私人不得买卖。 并消放春秋时期,景田志,规定按照一个成年男子约一百摩的标准封给田地,任何人不得多占耕地。 这样呢,人人平等,人人都有田地耕耕,每个人都按照铲除缴纳10%的农业税。 这样缴税的人多了,税率也提高了,又少了中间盘剥环节,国家受到的粮食自然就多了。 与此同时呢,王莽针对虚洋奴婢问题也进行了改革。 那么这项改革的效果又如何呢? 王莽认为,官员富豪大量占有奴婢,不仅浪费了社会财富, 同时更是在公然挑战乳鸦,天地之性,仁为贵的经典理论。 官员富豪妹,对奴婢任意买卖,动着夺人取命的行为, 简直就是逆天心,被人伦。 所以王莽认为,要解决这个问题,就必须恢复奴婢的自由身, 让他们统统恢复到生产场去。 但是王莽很快就又打了退堂戈。 他发现了,解放奴婢并不现实。 为什么呢? 一是国家财政受不了。 奴婢啊,当时每人每年是要缴160钱的人头税的。 如果恢复了他们的自由身, 就意味着国家一年将损失近两个亿的人头税,都不尝试。 更何况,奴婢解放后,按照王莽当时正在推行的王田志, 每一个壮劳力是要分一百亩钱。 可当时根本没有那么多地啊。 眼看没法解放奴婢,王莽是不甘心的。 他只好退而求其四。 心想,没法还奴婢一个自由身,提高他们的地位总可以吧。 于是,他下令,将奴婢改成私属。 其实啊,私属和奴婢以前所做的工作差不多。 就是为贵族富豪们富豪物。 而最大的不同呢,就是不允许贵族富豪们把私属当牲口一样看待。 不将人权的随便买卖。 但是对于这些私属,王莽是加以重税啊。 因为从他心眼里觉得, 他把这些壮劳力不能种地的损失, 用别的方式找不回来。 于是啊,王莽把对私属中的人头税, 一度增加到了每人三千六百的钱。 在王莽看来,这样做,既提高了奴婢的地位, 又不影响国家财政。 可谁知道,这一举两德的改革, 却是收效甚为。 没有提高奴婢地位不说, 还收不上多少奴婢的人头税。 为什么呢? 一方面呢, 对于奴婢来说, 仅仅是改了个称呼, 生存状况没有改善, 仍然是做牛做马, 敌人一等。 而对于拥有徒弟和奴婢的官员富豪呢, 因为王莽、王强和私属这两项政策, 徒弟要无偿上缴, 奴婢又不能随便买卖, 还得缴这么高的人头税, 谁养得起啊? 因此, 新政推行初期, 绝大多数的富豪官员, 只是象征性的交了少量徒弟, 解放几个奴婢, 交那么寥寥几个钱的人头税, 说做样子, 在王公贵族地主官员的强力抵制下, 徒弟和奴婢良相改革, 都是局部维艰。 一位大臣看王莽快顶不住了, 就劝他说, 陛下呀, 您这改革虽好, 可这都是要帝主豪强的命啊, 如今咱们天下出境, 他们刚刚归父, 您千万可不能冷了他们的心啊, 这王莽也感到, 这鱼虎谋逼啊, 确实很难, 也就戒魄下令, 既然一如此说来, 为了安抚民心, 也就有得着这些官员富豪去吧。 那些刚刚分道土地的穷人又不干了, 仰看分道首的徒弟又要被抢占, 全都把气撒在了王莽身上, 甚至有人在长安街道上高呼, 高皇帝流氓大怒, 九月必杀儒, 这样王莽是一首经济改革的第一步, 以失败告终。 其实啊, 今天我们看来, 王莽把徒弟和奴婢问题作为突破口, 确实是抓住了改革的牛逼子, 但是为了在短时间内收到效果, 王莽却是急于求诚, 通过简单粗暴的办法, 强行把徒弟国有化, 把奴隶改头不换面, 加征天价人头税, 和地主豪强硬碰硬, 这样自然会遭到激烈的抵抗, 最终导致了改革的失败。 改革失败的结果是, 国库依然空虚, 生产难以发展, 这王莽是看在眼里, 激在心里啊, 怎么办呢? 王莽琢磨, 既然农业改革行不通, 那能不能在工商业上做文章呢? 一调查, 王莽还真发现, 这工商业果然也是一片乱象。 前一讲我们说到, 西汉初年呢, 汉无地实行了盐铁专营政策, 但到了西汉末年, 官员们却把盐铁的开财权, 卖给了富豪。 富豪们垄断国家资源后, 不仅把本属于国家的盐铁利润, 装进了自己的药包, 还哄抬无价, 同时还利用赚到的钱, 向中小工商业者放高利贷, 从中贸取暴力。 这最终导致的是市场混乱, 无价飞涨, 中小工商业者破产无数。 看到这种情况, 王莽就又开始利用他的儒家知识思考了。 孔自由云呢, 不换寡而换不均, 要分配平等啊, 这富豪们的做法简直就是历经叛道。 因此呢, 王蒙首先把筑钱的原材料和盐, 铁, 酒, 山泽等无类重要的资源收给国有, 打破富豪对这些资源的垄断, 明令, 不管是谁, 只要你有经营能力, 如是向国家缴税, 都可以从事这些产业, 但同时呢, 王蒙对设计这些国家重要资源的暴力行为, 实行高税率, 举个例子, 当时酒就要按销售利润的70%征税, 其次, 王蒙还增加了税充, 对于其他和百姓日常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, 如打鱼啊, 法木啊, 等几十种产业, 也开振了税收, 只不过是按照交低的税率, 也就是按照利润的10%来征收, 总体上来说呀, 王蒙的税收理念, 就是让多赚钱的多缴税, 少赚钱的少缴税, 不赚钱他呢, 就不缴税, 王蒙收缴了关乎国家经济命脉的资源, 对各行各业开征的不同的税主, 这不但没有引来利益既得者的抵制, 反而得到了他们的支持, 他们真正替王蒙为国家着想吧, 王蒙对工商业的改革, 为什么会适得其法? 河南省商修市国家税务局局长刘一峰, 继续为一节目, 继续节目, 《税势春秋》第六集, 王蒙改至, 从远古洪荒到现代文明, 税如影随形, 它见证了历史上的天灾, 战乱以及王朝的新品, 一部税史成为人类历史的缩影, 税起源于何时, 它是在什么情况下产生的, 历史上的税有哪些, 大禹治水, 齐皇宫称霸, 汉武帝开拓边疆, 和治税有怎样的关联, 王蒙改制王国, 李自成起义失败和税收又有什么关系? 河南省商修市国税局局长刘一峰, 为您解读, 税是春秋, 王蒙将国家重要资源收归国有, 并通过增扎税收来充盈国库, 缓解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现象, 听起来这是一个不错的想法, 但是在执行阶段, 王蒙却犯了第一几错误, 这么复杂的税收政策, 对无类行业几十种商品收税, 还要做到公平征税, 怎么来管理呢? 对此, 王蒙是早有准备, 儒家经典里有吴军的记载, 这吴军是周朝时期管理物价和市场的官员, 因此王蒙就比呼噜花瓢的也设置了吴军官, 王蒙规定, 这吴军官负责征收工商税收, 惩处偷税漏税犯罪, 这可以说是我国税收史上, 焦躁的按税源分类, 专业化管理的一种常识, 同时呢, 这吴军官还体现了物价局的功能, 就是要负责监控物价水平, 防止哄抬物价, 冒起暴力的行为, 此外, 为了遏制高利贷, 吴军官还扮演了国家银行的角色, 负责对资金不足的中小工商业者八方大一块, 吴军官可谓是身兼税收管理员, 物价管理员, 信贷管理员三个重要的职责, 责任重大, 可这样一来呢, 王莽又遇到了新难题, 这吴军官又要收税, 又要管理物价和贷款, 必须要对市场和经济相当熟悉才行, 可到哪去找这些个, 具经济税收理论和管理时间于一身, 能够担持重任的人呢? 王莽思来想去, 想到了当地的富商大国, 这些人多年经常熟悉当地的物价和税收情况, 同时呢, 还熟悉放贷, 于是, 王莽便任命长安首富王孙青, 洛阳富商歇子栋, 当成熟等人为当地的吴军官, 来管理市场和税收, 而王莽这一套啊, 关于国家管理筑钱, 盐、铁、酒、三则等产业资源和武军涉带的政策, 施成六管改革, 这里的管呢, 就是管理的管, 六管改革的照令颁布后, 王莽是静候加音, 六管改革的照令刚刚颁布, 各地富商顿时骚动起来, 就在富商们盘算该如何对付王莽的时候, 王莽任命各地的工商来管理市场的消息, 让他们大喜过望, 富商们为什么会转优为喜, 他们能把市场管理好吗? 但是这次改革的结果呢, 却又让王莽大跌眼睛, 工商市场更加混乱, 国家收入也没怎么增长,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? 这原因呢, 恰恰就在这吴军官上, 担任吴军官的都是当地的富商大股, 您想啊, 这些人本来就是靠着囤积巨棋, 放高利贷, 磨其暴力的, 你现在让他们来平移吴家, 管理社代, 那不是股包子打狗吗? 这些吴军官们不仅依旧哄抬物价, 放高利贷, 还利用征税大权, 对老百姓征收可捐杂税, 向国家瞒报税收收入, 少交税款, 这样一来, 不仅没有让市场变得规范, 还加重了百姓的税收负担, 国家的收入呢, 反而更少了,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王莽的六关改革, 其失败的主要原因呢, 以使征税范围过宽, 王莽不仅搞掩贴专营, 更是对百姓几乎所有的生活, 生产必须凭收税, 导致百姓需要花更高的价钱, 去买这些商品, 这样反而加重了百姓负担, 此外六关改革失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, 用现代管理学的眼光看, 是执行层面出了问题, 政策的执行者是坚守自导, 换句话说呢, 就是用错人了, 六关改革本来是为了打击富商大陆, 而王莽偏偏选择了他们作为政策的执行者, 他们怎么可能会支持改革呢? 只会借机一权谋私, 所以改革的失败也在意料之中, 王莽继位以来, 接二连三的改革都失败了, 到这个时候, 国库是依旧空虚, 官员地主和富豪依旧是剥削百姓, 社会矛盾是日趋尖锐, 这样的结果呀, 让王莽造福苍生的梦想也彻底沦为了空想, 面对改革的失败, 王莽也是很疑惑呀, 周朝正是靠着儒家的理论, 达到了一个和谐安定的国家, 为什么偏偏我王莽就不能靠着儒家思想治理好国家呢? 王莽推行土地改革, 依据诗经, 普天之下莫非王祖的思想, 简单的没收了地主的人, 解放奴婢, 他换出孝精, 天地之性, 人为贵的说法, 想要恢复奴婢自由, 而推行工商业改革, 则是照反周朝的提论, 这些改革举作全是依照圣人经典, 王莽百思不得其解, 为什么圣人经典在这里丝毫没有作用呢? 其实啊, 王莽恰恰没看到, 直到他改革的儒家理论, 大多是在一千多年前, 奴隶者的周朝产生的, 而王莽的新朝呢, 不管是经济环境, 社会形态, 和周朝都是重燃不同, 王莽抢行, 照完一千多年前的儒家理论, 直到他的改革, 失败也就不可避免, 这乌漏偏逢连淫雨呀, 在王莽一系列税收经济改革, 失败的同时, 全国还爆发了, 汉灾, 洪灾, 黄灾, 瘟疫, 百姓没了生路, 全国起义是风起云涌, 这个时候, 王莽仍不忘通过儒家学说, 来挽回局面, 先贤有云呢, 故而能改善莫大眼, 所以王莽宣布, 即位以来, 赵令有不便于民者接收还之, 废除了王田奴婢六官等政策, 至此, 王莽的经济税收改革, 全部宣告失败, 可无奈大势一去, 王莽的诏令还没来得及发出, 其大军已经兵临城下, 仰看着大难临头, 王莽竟然还把儒家经典看作是救命稻草, 春秋里说, 国有大灾, 早枯一牙止, 意思就是国家伟难了, 只要向上天哭诉请求, 就会转为伟安, 于是呢, 王莽立即带领文武百官, 向上天嚎啕大哭, 哭得是上气不接下气, 叩头如刀算, 然而上天对王莽的回应却是, 自作孽不可活, 公元23年10月初一, 鲁林大军攻入长安城, 两枪后, 王莽在混乱中被人杀死, 尸体立即被愤怒的士兵们肢解, 手机被挂在了南洋完线集市上, 王莽一生追求, 修身其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学理想, 也让他从内心深处梦发出, 通过改革造福苍生的良好愿望, 但是王莽的改革最终为何会失败呢? 这些改革表面上是制度的建立和推行, 背后其实都是对官员, 地主和豪强这些既得利益者权利的挑战, 面对他们的抵抗, 王莽没有清晰地认识到矛盾的根源, 而是迷信书本, 造版儒家经典的只言片语, 来解决复杂残酷的现实问题, 因此不接地气, 图有辱学理论的王莽, 进行的这一番理想化书生期的改革, 失败也就在情理之中, 好, 今天这一讲先到这里, 请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, 再见。 随朝初年, 灾荒频发民不聊生, 随文帝阳间建一仓, 帮灾民渡过难关, 一仓是如何运行的, 随文帝率百官集体讨饭的举动, 包含着他怎样的忧虑和无奈, 明天同一时间, 河南省商丘市国家税务局局长刘一峰为您解读, 系列节目, 睡事春秋第七集, 楚梁背荒。